福生無良天尊 很多人來到我這裡問 究竟道長什麼叫做修行 我想跟大家說 真正的修行並不像我 要在道館上學一些 吹吹地打 或者是 又或者各種的 預算 預測 這些對於我們來說 神奇古怪的 他不叫做修行 我們可能可以學一些 道法術系 但是這些對於 真正的修行 它是兩件事 我曾經都說過 我們有道法術系 是方便和眾生 或者在紅塵裡的 所有普通人 一起去做這個結緣 因為很多人 是看得到才會相信 我們利用這個能力 來導大家進入 修行的核心 是修好自己的心 見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不要寧願都向外求 看看自己的內心 如何才是真正的幸福快樂 這個才是我們修行人的核心 有些人就問 是不是修行人 就不可以賺錢 不是的 祖師爺都明白 任何人都要生存 所以它亦都給到我們這個 道法術系 是給到我們平民百姓的 一個方便的化門 除了自己可以生活之外 亦都可以 道到中心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邊 最大的核心就是要 調整我們慈愛的這個中心 不是說我擁有了這個能力就夠了 擁有這個能力 只不過我們的一個開始 而且因為有些人將這個能力 變成了一個叫做自我 即是說 將這一樣道法術器 變成了最高 那我朋友出了大問題 因為整個修行的過程裡 從佛教來講 就是將貪親癡 轉成界定位 在我們的道家來講 就是要將我們的網念 變成了我們的清淨無遺 這些才是核心 如果我們不能夠將人的一個轉念 變成我們的一個修行核心 而是追逐一些叫做更加虛無飄渺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說 可能你在追求熟法的時候 亦都是變成了另外一種的貪親癡 變成了另外一種的網念 反而你練了這些東西之後 最後可能是害了你 增加了你的執念和網念 所以真真正正的修行 不是這樣背道而切 而是令到我們的意識更加清醒 在我們的修行之後 令到我們的心更加清淨 知道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 其實所有東西都皆備於我 成就更加高的是我 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修行 將我和原先的先天的架局 達到一種超越 才是我們真真要追求的真理 在這個世界上 都會被修行 因為這也不滿意 我們超越級詳細的 我想會很息